讲述人,杨旭俊,原中国人民解放军55军163师侦察原战士,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第一批进入越南执行侦察任务,总共在越南作战56天,荣获二等功一次。 三等功两次,目前在广州工作,正立人,三一图为洋学军英雄本人,图为洋学军英雄的残疾军人证,被仅介绍1979年2月17日,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,来自广州、昆明、武汉和成都军区共9个军委主力,发起对越反击战争,战争共28天,至3月16日结束。 根据前纸的命令,驻战场是东线铜灯,两山子雷次要方向,55军的主攻方向是高平,55军163师要用5天时间,消灭铜灯地区的越军,主要是配合军区主力在高平作战,为电灭两山之敌创造条件。 第一部分正装待发,深入以后1978年底,我所在的部队就已经知道了,即将要奔赴越南前线作战。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我们进行了针对侦察动物的特训,在掌握了相关技能之后,我们侦察连被拆分成5人一组的战斗小组。 小组由班长或者副班长带队,配备有翻译,地形观察员,测绘员还有通讯兵。 战斗小组每人配备一把苏GAK47,携带四个弹架和足够数量的压缩干粮。 出身上一套军装之外,还有越南当地百姓服装,并没有干亏。 全副武装总计15千克,其实在这段时间里,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。 我母亲听说我要上战场,求我父亲动用关系把我调到后邦。 洋英雄的父亲也是一位传奇人物,早年当过柳子,也就是土匪。 一后于1939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,在白山、黑山与日后作战。 在解放战争时期,边入第四野战军韩前楚部、大哥四平、黑山、辽省还有渡江战役,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。 逼折住,结果我父亲拍着桌子说,我要把那小逼崽子调回来,全军都看娘的要指着我鼻子骂。 我儿子要是残了我养着,死了就当没生这个儿子。 事实上,在当时的参战部队中,有很多老革命的子女,我也认识很多人。 但我敢说,没有一个是动用关系被调到后方的。 就这样,我被我家老爷子赶上了战场,第二部分出入异国。 百姓带路,1978年底,我们侦察连从54号戒备进入越南,北越的丛林一场茂密。 蛇虫熟一多得无法想象,就算是冬天也毫无良意。 越军在边境附近,埋了大量的地雷,为了防具踩雷,我们在爬着走的时间比站着走的时间还要多。 不过,有一点比较方便,那就是北越的百姓跟中国人通关的非常多,对中国人十分的友好。 一般给点钱,就会给我们,告诉我们哪里有地雷,甚至会告诉我们越军的据点在哪里。 由于当时我们已经大军压境,越军主要精力放在边境线上,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小谷部队,所以我们换上当地百姓服装,基本可以畅通五组。 但由于我个子比较高、长的,不像越南人,所以交涉的事情,都交给我们最矮的那个去做。 由于当时是冬天,越南那边与水比较少,所以我们很难不及到饮用水,不得已的时候要喝自己的尿,长长五天才能有一套尿砸出来。 那个味道香香,嘖嘖,龙香行,为了防止暴露,也不能够生火,只能够吃鸭缩饼干之类的干粮。 我当时五十六天没有吃过一粒米,偶尔去到百姓家里,会有一些食物提供给我们,但也只是被水遮薪。 第三部分狭路相逢勇者胜,虽然我们基本不会碰到越军的大部队,但是也会碰到越军的巡逻队或者边防公安,出于隐蔽需要。 在从零中近距离遭遇敌人的时候万不得已不能开枪,只能使用擒拿或者肉搏。 在一次行军途中我们正面遭遇了越军的三人巡逻队,我们几个人不等他们反应出过去使用擒拿拳,控制住他们后就抹了他们脖子。 逼者秦深试验过,根本不是对手,实在佩服在五十六天的时间里,我用这种方法,消灭了七个越军,要说怕是肯定怕的。 但这种情况容不得你发愣,万一秒他们就会开枪,只有果断的上去干掉他们,不总,上去就是干。 如果我们发现了越军的据点,我们会等到天黑之后,匍匐到阵地附近朝他们丢石头,他们就会开枪,火力点一暴露我们就记住他们的位置,然后用电报告之司令部,越军在一个叫炮火台这个地方,修住了完备的攻势,我们去把他们的,火力点还有坑道口摸清了。 大部队在进攻的时候,在各个坑道口,使用了十二吨炸架和六十六粉,当场炸刺,越军八百余人。 后来,我们抓了个石头,才知道越军在这里有一千二百人,剩下的四百人活活闷死在坑道里了。 当然这是后话了,第四部分我抓了一个中卫有一次,我们在侦查越军阵地的时候,发现了一个规律,就是当他们的巡逻队回去之后, 会有军官过来检查情况,中间就有这么一个时间查,于是我们决定抓一个舌头,我们找到了军官的必经之路,在路边整整趴了三天三夜,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,军官和他的勤务兵出现了,我从背后悄悄接近,然后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,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上把他打晕。 同时我的战友也把勤务兵打晕了,拖到隐蔽的地方,问出了越军的不防情况,因为我抓了一个中卫,所以我获得了一个个人二等功。 二等功勋章,杨英雄在家暂时没找到,所以没有照片,笔着著图类杨英雄获得的勋章。 第五部分倒在了回国的路上,我们这时,已经进入了越南五十余天,基本完成了上级交代给我们的任务,于是开始往国内撤离,为了避免进入雷区,我们尽量原路返回,可仍然还是出了情况。 在一条我们派过雷的路上,还有一枚子母雷,我打头阵的那个战友踩上去了,结果一枚地雷我们队伍后面爆炸了,我们班长整个下半身被炸掉,马上失去了意识。 我的小腿,膝盖还有眼角被单片击伤由于伤及骨头,杨英雄的膝盖一到阴雨天就会疼痛,笔着住,虽然我们马上对班长进行抢救,但伤口实在是太大,根本止不住血,只能眼睁睁地抱着他,感觉他一点一点变凉。 就这样,我们从五个人变成了四个半人,背着班长的上半身跟大部队会合,后继从2月17日进入越南,到3月16日撤回,在28天的战斗中,55军总共坚敌10509人,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,的集体和个人分别是16%和18%,以上指标军委军参战部队的守卫, 55军自身上完果霸,于1985年被撤销了8号,精存1630边入线南部战区第42集团军,笔着在采访杨学军英雄的时候,明显能感觉到那种,为国家流过血的人的正气与豪迈,现在战斗在反复的第一线,他过去是个战士,现在仍然是,人民英雄永垂不朽,本文作者,三一,公众号 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,未定作者本人及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允许,不得转载,为者必追究法律责任,公众号作者简介,王正兴,原解放军某,也战部队军官,曾在部兵分队,司令部,后勤部等单位任职,致力于战事学和战术学研究,对军队战术其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, 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,6月,凤凰卫师开卷8分钟,栏目分两期推荐,他的公众号名义为这才是战争,欢迎关注 请继续区域筹赞 欢迎关注